UFC超级巨星嘴炮康纳比麦格雷哥 康纳McGregor性侵事件仍未平息 性侵案原告女子爆出 NBA曾经给她6位数美金的封口费 让自己保持沉默 她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 对此NBA给予强烈的否定 据原告女子的律师称 NBA比赛期间 麦格雷哥在NBA和麦阿密热货队的安保人员帮助下 将一女子带进卫生间 在麦格雷哥安保人员的保护下 对该女子进行了性侵 事后女子报警并委托律师起诉了麦格雷哥 而前段时间一段视频显示 是嘴炮与该女子手牵手走进的卫生间 而且并没有安保人员的强制措施 这段视频似乎已经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问题 但是近日该事件却再次有了转折 最新消息称原告律师说 在事发后原告女子获得了10万美元的封口费 让她保持沉默 但事情曝光后 NBA拒绝了支付 当时NBA邀请麦格雷哥 作为嘉宾参加了这场NBA总决赛 在第四场比赛暂停期间 嘉宾麦格雷哥登场助行还中拳暴走 并打伤了热货队的吉祥物伯尼 律师表示 NBA出价10万美元 让我们保持沉默 这一事件被曝光后 他们取消了这一决定 事发时站在一旁的一些安保人员 不是麦格雷哥的人 他们是被热货队雇佣的保安人员 他们决定迎合一个名人 而不是保护一个陷入困境的年轻女子 因此NBA和热货队 可能对此要负法律责任 律师还表示原告女子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 目前她待在佛罗里达外的一个秘密地点 以保障自身的安全 NBA发言人表示 绝无此事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 律师告诉媒体 原告女子去麦安密警察局报案时 一名警员甚至说服他不要报警 警员很快就带他走出了大楼 律师说 他告诉他在向警方报案之前 先请一名律师 还告诉他 如果你今天提交申请 这件事就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他就说服了他让他等待 这很显然对调查不利 事件发生四天后 原告女子才聘请了律师 最终把当事人带回了警察局 警察甚至没有要求女子提供证据 女子主动提供了当晚被袭击时穿的衣服 上面有麦格雷哥的DNA 麦安密警察局的发言人表示 拒绝提供细节和事件报告 因为调查正在进行中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